第371章 虚无之地相遇 陨石厚重而庞大 占据满漆黑的天羽 想要凿穿它 谈何容易 王轩站在坑洞中 看了又看 自语道 如果这是一块正常的陨石还好说 如果比我的命土还浑厚 那我真要吐血了 他驾驭斩神旗 将原神的飞行速度提升十倍 在穿行命土时 依旧感觉是一段天文级的路程 在这里 他开早两三年 才能前进数百米远 如果两者厚度接近 他真的要眼前发黑了 得花多少年代能打通这里 我是不是要带进来一些人 为我挖矿 他琢磨 但想了想后 他不敢乱来 这不见得和现实宇宙对接 万一只是属于个人的飘渺之地 容易出事 有人若是折腾他的命土 随便有些动作 就会要了他的命 王轩心不在焉 在坑洞中 将斩神旗荡成飞箭 将铁签子荡成飞针 不断制出去 火星似箭 这种枯燥的修行以及挖矿 常年累月的话 会让人受不了 直接从县城的通道贯穿过去 他离开自己挖的坑洞 来到了外界 看着像是道悬在天上 那如同火山口般的陨石坑 他的情绪如浪涛澎湃 能不能拼死一搏 冒险闯过去 陨石 冰冷而寂静 有些部分灰扑扑 靠近通道入口 巷里渐渐像褐色过渡 较深处出现淡紫色 没什么生机 唯有那魔花 洁白无尘 明艳灿烂 无论怎么看 都非常神圣 产世不朽的真谛 即便是平日 没到红侠涌动的最可怕时刻 这里也有红色物质弥漫 甚至有真实的烟雾颗粒扩散 以前王轩不是没试过 一展神奇裹着自己 但才接近 旗面就被烧卷了 黑糊了 狼狈逃命 再试一试 现在 他以银色兽皮为第一层内甲 第二层是展神奇 是他最信赖的挡刀伙伴 最后一层 则是那张有两个窟窿的淡金色兽皮 陈旧的皮质物 早先曾在红侠中沉浮 越烧越鲜艳 这次被他寄予厚望 他将自己的原神包的像的粽子 选好时机 而后开始飞动 究竟是冲破天际 到达一个新世界 还是会迎面遭一记闷棍 被狠狠的教训打回来 都不管了 我来了 王轩发狠 只要不死 没什么大不了 必须得冒险尝试一番 给他的时间 真的不是很多了 这个年代 绝世高手都急了 浅出化身 进入人间 他没有理由懈怠 王粽子此刻化成一抹流光 嗖的一声就闯进去了 迎着淡淡的红侠 以及不时落下的 红色颗粒状物质 他熬的一声痛叫 太特么疼了 这才刚进来 他就觉得浑身发烧 滚烫 像是被点燃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想学原联 小白胡满的打滚减压 干脆躺平算了 闯什么关啊 滚回红尘去 凑合着过吧 但是 他不甘心 性格使然 他不是一个容易低头的人 想坚持到底 给自己一个交代 来了 旗子 挡刀 防住 有窟窿的兽皮 你愿腐烂下去吗 欲火充生 不要让我失望 银皮 鬼话夫共振 抵住 王轩痛不欲生 但他还是再得自己洗脑 为自己树立坚定德信念 一路杀进了外界 根本无法想象的绝地中 我这是在汤落 寻找新的神话天地 不亚于开天辟地 随时都会有大劫难铃声 诸仙 命土 大木 若是有感的话 为我续灭 他一路急冲 身体犹弱划破黑暗夜空的流星 途径恐怖的虚无通道 一路向上闯 陨石通道的石壁很粗糙 红霞涌动 虽然稀薄 但是越向上越接近真实 那些颗粒状的物质越多 这种超频能量 常人无法理解 稍微沾染一缕 就如同雷霆炸开 犹弱天火熊熊 要焚断元神 任何生物 正常来说 深入这么远的距离 都等于在送死 王轩被光雾侵蚀 元神干裂 眼前发黑 精神力量 构建的五脏六腑 都要烂掉了 又渐渐糊掉了 他看了一眼 最外层的淡金色兽皮 并没烧着 有莫名的金物 萌萌流动 那俩大窟窿在共鸣 连这张兽皮 都没有被烧坏了 我身为人 怎么能退缩 我还在他里面躲着呢 岂能不如他 再 冲 王轩口干舌燥 觉得要炸裂了 但依旧不想退缩 说不定忍一忍 就能冲过去了 他渴望进入真实的源头 我倒要看一看 突破过去后 会看到什么 他心有不甘 更有无尽的好奇 这条路太神秘了 他是自古有之 还是他的原神诡计 因他而诞生 为什么 这条路太漫长了 王轩要被烧疯了 他的原神想吐血 觉得所谓的精神发丝 都烧卷了 冒烟了 精神血肉皮开肉绽 渐渐进入黑壶状态 他的睁开精神天眼 到现在都还没有接近那株 雪白而神圣的花朵呢 看着并不是天文级的距离 但是真正飞度起来 已经过去很多天了 连那朵魔花的扎根地 还没有临近吗 望山刨死马 他这算是看花泪死元神 不久后 红霞更浓郁了一些 他被烧得整个人都有些梦了 什么时候是个头 飞到现在 他痛到极点 都有些麻木了 脑子乱哄哄 耳畔嗡嗡耳鸣 像是听到了许多奇怪的声音 道 须知 谢 他咬牙 猛力摇头 让自己清醒 精神力量化成的双唇都干枯了 再这么下去 他必然会成为一堆灰烬 他不知道自己飞了多少天 发现最外层的淡金色瘦皮 整体发红 被云霞覆盖 已经不知什么状况了 是否要毁掉 斩神棋 都快成黑棋了 棋面皱皱巴巴 金色网格扩张 还在发威 撑起淡淡光韵 没有让他暴露在外 银色瘦皮书 鬼画符般的字符绽放霞光 与接近真实的物质共鸣 很难说这是好还是坏 王轩处在水深火热中 我得让自己清醒 练功 在路上 他驾驭斩神棋而行 他为了分散痛苦 各种经文 都在尝试 都在运转 也在检验 在接近真实时 哪种秘点更合适 这样的修行太极端了 但是很有效果 他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撞击 逍遥游大境界的天花板 对他来说 这一关很特别 肩不可摧 汗之不动 王轩有种感觉 他如果选择在现实世界中 借助普通的超物质突破 没什么问题 可以很快 踏足逍遥游层次 但这样的话 意义将完全不同了 他以后 还是否能够踏足这里 都不好说了 他就是想接近真实的源头 所以才走这条艰难的路 就神话腐朽了 他没有道理 再走前人的路 哦 外界连老陈都吐了 那是精神苦水 命土翻腾 像是被离地般 怕得万法出使之地在松动 这是什么提案 像是坐在破牛车上 在乱石堆中跑 随时都要被掀翻 接着又像是驾驭牛车 跑到了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 别说人了 车都要解体了 连陈永杰都差点掉境界 可想而知 外界成什么样子了 超凡领域 简直兵荒马乱 各路人马都受不了 有妖精醉酒般倒下去了 有猎先后人蒸腾光雨 境界直坠 这一次 影响实在太大了 波及到了所有人 道横虚浮者 都快掉两个境界了 道横坚固者也没稳住 摩斯脸色发白 这次连他都没撑住 正是破防了 以前如果是小地震的话 这次则是前所未有的天震 星空震 这谁受得了 黄大仙苦着脸 连胆汁都快咳出去了 曹清宇 孔云底子很强 但今天也是脸色煞白 周世倩 陈言 捂着嘴一吐在吐 玉体横沉 都倒在戈壁上了 妖族亲子齐连道 忍不住骂爹 恼怒无比 他费尽巴拉 动用了身上的最后一副 仙药恢复境界 结果一切都付诸东流水 又被阵落下来了 妖族 你是我亲爹吗 这破血脉 破元神 一点都没有排面 真是不经阵 又掉境界了 在上古时期 你也算是妖皇了 而我则算是妖族太子 这是什么难堪的体验 就这 此时 养生炉 人事件 逍遥周都在震动 彼此像是和明 他们有所觉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我要 熟了 陈永杰痛苦的身影 被烧了个死去活来 赶紧咀嚼口中那小片天药 补充生机 剧烈震动 导致命土跟着震 这还算什么 但他离王轩过境 同样被烧着了 即便是被过滤过 被净化过的红物 也让他要炸 陈教祖糊了 王教祖这是 熟了 他都有些怀疑了 王轩是不是死了 被烤熟成人牌 肉香四溢 此刻 张道领 方雨竹 红衣妖竹等人也不好受 全都有要翻车的感觉 命土躁动 这是多年没有的景况了 哦 老张一个亮枪 镜子敷在脸上都没用 叹道 终于体会到女人的难处了 这就是孕土吗 人生总算是经历到了 红衣女妖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 他就弯下小蛮腰 呕得一声吐了 吐儿吐就习惯了 我第一次和天写诗就这样 哦 明雪教祖开口 他那不是土 那是哇哇的在向外喷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看得其他人都隔应得受不了 方雨竹也破防 捂着嘴 银白如杨之玉般动人的脸颊绷紧 他额眉紧簇 脸土好几次了 金色竹船都没挡住 这次有些特别 防不住啊 以前如果是小镇 这次真的算是大镇了 就如同破小段位 与破大境界的区别 郑元天脸色煞白 银色面具都碎掉了几小块 连他们都中招了 境界开始滑落 哄 七大高手 再加上两个圣王 一起冲向那颗腐朽的陨星 进入地河 因为 他们突然感觉到了 那里有什么 那里有接近真实的晶体残留 他们一边对抗巨阵 不想倒横掉下去 一边闯向前 争夺晶体 早先居然没有发现 完全是被震出来的 而后那里发生大爆炸 虚空似乎都被打穿了 我苦休 杜杰 闯死关 领悟至高经文 一路汤心神话路 我这是 烧猛了 到哪里了 王轩觉得 自己烧得愈生愈死 都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了 体外是剑轮 体内又在运转石板经文 原神轰鸣 糊得差不多了 还要坚持吗 他发现 此时 已经临近雪白的不朽之花 确实闯出来很漫长的道路了 哄 突然 花朵附近 一片石壁炸开了 跌跌撞撞 竟闯出来几道身影 痛死我了 什么鬼地方 老张在叫 身上冒红光 一副欲险欲死的样子 他冒烟了 碰 王轩不远处 红衣女妖仙坠落出来 长裙刹那被烧得差不多了 他急速 跳某种技舞 对抗红色物质 但还是受不了 这是大梦照进现实了吗 王轩出神 红衣女妖仙 居然跑到他进前大跳仙舞 是你 红衣妖主受不了 浑身冒霞光 冲了过来 要扯王轩的瘦皮衣服 紧颖的手臂 雪白的长腿 都几乎被烧着了 第372章 大梦照进现实 王轩深感 事态严重 莫名其妙 这几人竟杀到他后院来了 这真的不能忍啊 红衣女妖仙来了 他虽然出神 但是没有失去警觉 第一时间避开了 这是响解他的瘦皮衣 红霞蔓延 雾气蒸腾 红衣女妖仙一声轻哼 被烧得不轻 这个地方 接近真实的物质太浓郁了 尤其是那种晶莹的红色颗粒 熔炼一切 连斩神奇都黑了 可以想象 他的杀伤力有多么大 这是哪里 什么地方 接近真实的允星 有一条允实路 鸣血教祖痛苦无比 眉毛胡子都消失了 他一副被烧猛了的样子 嗖的一声 红衣女妖仙又来了 手臂都不是很白了 浑身都在绽放仙道气韵 他在全力对抗红色物质 这是一种神秘的战舞 他的腰肢扭动起来 如天仙子凌晨 意带着急许魅惑 他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 同时 他再次接近王轩 看出他的异常 境界低 但却未被杀损 尤其是他身上的兽皮 看着眼熟 小子 接驾 老张叫道 被烧得呲牙咧嘴 没有了一叫知足的威严 发丝都快没了 休闲装转顺化作结灰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王轩问道 他很严肃 没有立刻过去 因为老张一直算是个大坑 一直以来 这里都被他视为私密花园 是他一个人 可以默默思索 安心悟到的地方 居然被外人光顾了 这还有什么保障 他的元神 他栽种的天药 以及他的命土 都有可能会受到 外来者的威胁 不过 他们不见得能离开 这条陨石通道 哦 郑元天在吐 跌落进来后 境界似乎掉了 银色面具当场被烧没了 他脸色煞白 接着又被烧得通红 浑身冒青烟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有很大的问题 郑元天一边痛苦地 对抗红色的烟霞 一边带着冷意 看向王轩 绝世强者坠落 虽然被灼烧 被红色物质侵蚀 但都没有退走 对这里兴趣极大 接近真实了 好啊 浓眉大眼的魔祖低语 眼底深处 亮起璀璨光彩 忍着剧痛 四处打亮 不行了 我要被点燃了 天仙之祖齐藤也出现 从一片碎掉的陨石堆中走来 不再藏身 路呢 回去的那条陨石通道呢 怎么不见了 郑元天的脸色变了 他被烧得发黑 面孔都扭曲了 即便是这种极数的高手 似乎也承受不了 精英的红色物质颗粒 想退回通道 结果找不到路了 一瞬间 所有人面色都变了 王轩 你怎么在这里 白衣飘飘的方雨竹 最后一个出现 踩在一大块 坠落下来的陨石块上 然后 他的面色也通红了 承受不住 白衣在花灰 我原本在闭关 神幽太虚 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这里 王轩回应道 他虽然有兽皮保护 但是 依旧痛的元神都要裂了 这都能行 七大高手不怎么相信 但是没有人在这里深究 并且他们很快就绷不住了 红色物质专制不符 像是混沌雷霆 又像是至高火光 烧得每个人都精神恍惚 元神甲咒都溶掉了 你不是想让我挑先舞吗 我来了 红衣女妖先额眉微醋 似乎疼的男人 这次化成一道流光就过来了 他真正接近了 虽然在红光中很痛苦 但是 姿态依旧优雅 修长的身段摆动 连步款款 恶挪多姿 王轩一惊 至高经文运转 以兽皮裹着自己 向更高处冲去 这依旧算是一种痛苦的修行 所以 在场的几人又被震了 都呕得一声 胸不起伏剧烈 更有人弯下了腰 和他有关 郑元天眼神很凶 有莫名的光彩暴涨 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件 老张一个亮呛 也露出一色 道 我去 小子 源头在你这里 根子在你身上 你完了 震得我吐了又吐 还跌进见 怎么陪我 然后 他就差点被烧成黑人 赶紧用铜镜定住虚空 尽量逼退红侠 哦 不然红尘 犹若出世仙子般的方语竹 也数次干呕 对抗那种矩阵 看向王轩这里 老张 我度你 仙子 我怎么帮你 王轩开口 看向老张和方语竹 和这两人交情最深 自然要先住 老张果断向这边冲 方语竹也化成灵波仙子 在白衣烧毁前 也想和他会合 都看出他的兽皮非同小可 但是 更快的是红衣女妖仙 他就在近前 他美眸瞟动 老 我和你之间 不过是一些小事 不值一提 我们在一个阵营 方语竹是我姐姐 他清零的接近 高条的身躯被烧得难受 有雪白晶莹渐泛红 而后手臂等开始要变黑了 帮他 还没有接近就开口了 怕两人起冲突 随后 王轩觉得 一具接近焚烧的 滚烫仙区接近了 将他的兽皮掀开 和他一起共用 再沾他的光 还有我 离这里也很近的正元天开口 见到兽皮这么有效 也要加入进来 王轩脸色微黑 死对头也想共用兽皮衣 想什么呢 再说一个大男人 烧得半黑 味太重了 他直接催动斩神旗 旗面仰起一脚 砰的一声 将凶猛冲过来的正元天 给抽飞了出去 这让王轩一震 有这么大威力吗 他感觉不可思议 绝世高手被他轰出去了 然后 他看向红衣女妖仙 他近在咫尺 拢了拢秀发 面孔总算又洁白如玉了 吐气如蓝 道 和我无关 紧接着他又干呕了 并恶狠狠地盯着王轩 你这样 也和我无关 王轩赶紧开口 我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吗 老张冲过来了 一把扯住一脚齐面 就开始向里钻 王轩浑身不自在 被妖仙的曼妙身段林静也就罢了 老张也要加入 让他都快起鸡皮疙瘩了 刷的一声 方雨逐到了 从后面林静 进入兽皮衣中 这真是有些梦幻 王轩出神 这不是他偶尔的瑕疵吗 谁没年少轻狂过 竟照进现实了 他的身边还有身后 两具挺秀的仙驱都滚烫 不知道是被烧的 还是被某种气氛给烘托的 让王轩有些怀疑人生 这是真的吗 老张嚷着 给我留个地方 要不 你就裹着那脚齐面 在外面待着吧 太拥挤了 王轩说道 老张瞪大眼睛 道 小子 你这是什么鬼话 典型的重色轻友 让我在外面烧着 你们三个在里面 还有我 明显教祖也叫着 被烧得浑身焦黑 也要冲过来 郑元天 齐腾 魔祖也都接近了 也要求以兽皮衣庇护 顿时让王轩头大如斗 王轩身边 红衣女妖仙吐气 带着清香 在她耳畔清雨 道 可以干掉郑元天 这次我帮你 举起斩神器 将她打碎 她身材极佳 贴近后 以两条雪白的手臂 抱住王轩的右手臂 想和她一起出力 轰杀郑元天 我也帮你 方雨竹温和地笑了笑 从身后贴来 王轩心脏跳动 即便是原神所化 精神力构建 但是 她也听到了自己咚咚心跳声 像是在敲动神谷般 她这是紧张吗 她暗骂自己没出息 不就是两个爵士里人吗 否若您知 仙机遇谷又能怎样 没什么大不了 火热的身体过于贴近她 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 她的心脏跳动得更为厉害了 仿佛要爆炸了 尤其是 她的左手灼热 火辽辽的痛 并且心脏的锯跳 变得越发猛烈 转化为心迹 而后是惊悚 她立刻醒悟了 左手是什么 那根铁签子 她烫得 让人难以忍受 惊醒了她 她吃铁签子 对自己轻轻刺了一下 顿时引发了雷霆般轰鸣声 眼前所见 居然像是泡影般破灭了 一刹那 王轩虽然还有被灼烧的痛感 但是更有一种 源自灵魂深处的冰冷后怕感 她毛骨悚然 方雨竹 红衣女妖仙 张道领 郑元天等人破碎了 都消散了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眼前有什么 粗糙的石壁 一节裸露在外的 很细小的根须 她手中的铁签子 并未刺向自身 而是插入了 那条细小的根须中 她抬头 看到了那株洁白无暇 最为神圣的不朽之花 绚烂光与点点 她距离此地 不足三里之遥 已经非常接近 王轩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是再次遭遇了 致命的幻觉 她低头看到 自己右手持斩神器的旗杆 想给自己胸口来一下 要自觉 但是斩神器震动 没有让她如愿 她真正的寒毛倒数 险些自杀 斩神器的抗争起了作用 还有那铁签子 居然变向市井 魔花 王轩叫道 这次真的好险 她一阵后怕 又一次险些死在她手中 她用铁签子 给她的根须末梢来了几下 尽管知道 相据树里 这么小的末梢即便断裂 也对她毫无损伤 但她还是忍不住下手 要出气 嗖 末梢被她砸烂 毁掉 余下的书地不见了 上方 粗糙的石壁上 那株不朽之花 在红霞中摇曳 洁白光与迷蒙 这次 我注定闯不上去了 先回去 王轩感觉自己 被烧得快撑不住了 最为关键的是 她有种灭顶之灾的预感 手握铁签子与斩神旗 她渐渐空鸣下来 本能直觉恢复了 是那红霞大潮要来了 她的脸色变了 长生之花让她陷入幻境中 这是坐等她被红色物质淹没呢 她转身就逃 急速而行 沿着原路回归 隐约间 她听到了身后 如同山崩海啸般的声音 像是一片真实的汪洋决堤了 要冲溃飘渺之地 那是从真实源头涌来的物质 王轩逃亡 急速而行 身后红霞漫天 光雾如海 澎湃与激荡而下 最终 她冲了出来 而后是茫茫无边的赤霞 跟着拍击下来 她快速逃向一侧 进入矿洞中并堵住 这一次 她真的险些死掉 别说接近真实的源头了 居然又一次 差点被那猪魔花弄死 王轩发现 自己要糊了 被烧得不成样子 有窟窿的淡金色兽皮无恙 斩神旗也渐渐不黑了 银色兽皮卷也还好 只有她 黑得干裂 原神近乎瓦解 她盘坐在仙人掌盼 和她一起吸收子物 在这里修养 滋补精神体 直到很多天以后 她睁开眼睛 射出两道紫霞 该回去了 她站起身来 外界 超凡领域彻底乱了 这次震动的有些离谱 摩斯都在呆呆出神 连她的道行都下降了 周青皇和顾明熙 两人抱在一起 肢体纠缠 土挖土 脸色煞白 全掉落境界了 张道领 郑元天 齐腾等人 一边对抗震动 一边抢夺蓝音音的金石块 大打出手 杀出了那片虚空 闯出十层精神遗迹 离开闪电之城 老张站在精神世界中 吐完后 镜子盖在脸上 她很深沉 在寻找源头 认真探索 别让我找到 不然弄死你 见鬼了 难道是遇到旗在附近 故意证我吗 她皱眉说道 她认为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个超级文明的质保 始终没有出现 他们贸然闯进去 有可能激怒了 那个破烂的旗子 王轩回归 站在命土中 最后对着养神炉 一顿乱敲 不断撼动 再次引起外界巨阵不止 此时 爵士高手争夺蓝色金石 即便冲出遗迹了 彼此间也还不时进攻 分散在四野 老张一边警惕 一边用镜子 框框给自己来了两下 挥洒仙道真意 定住自身 他不想掉得过猛 但是 此时包括他在内 爵士高手都各自掉了一个境界 全破防了 今日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抵在最高处的天花板 被震得不清 此刻 老陈惊悚 他守着王轩 苦胆都要吐出来了 但最让他发毛语强烈不安的是 郑元天在附近出没 曾横空而过 和人大战 争夺金石 这要是再接近一些 发现他们 直接给两人来一巴掌 保准打个稀巴烂 两人死无葬身之地 王轩 王教祖 快醒一醒 老郑来了 没有斩神器 防不住 我们会被打死啊 他低声呼唤 郑元天绝对还在附近呢 那种强大的威压 并未远去 书弟一声 王轩睁开眼睛 精神回归 然后快速收起肉身 以原神状态 手持斩神器 警惕地戒备着 他一出来就听到 陈永杰的呼唤 也感觉到了附近的威压 轰隆 精神世界的天穷上 红衣女妖仙和人对轰 在抢气腾的蓝色金石 强势夺走一块 但是她居然在战斗中干呕 而后快速降落 在一座山上要吐 更是以妖仙舞对抗 王轩露出一色 这再怎么了 在陨石通道中 那是一场梦啊 怎么在现实世界中 见到了相近的情景 我看到了类似的未来 还是说 大梦真的照进了现实 郑元天来了 老陈面色变了 看见一道璀璨的光束 从远处山峰上俯冲过来 如彗星撞击大地 太猛烈了 那种威压 让她要窒息 郑元天发现了他们两人 如神红灌日 刹那就到不远处了 附近的山地都崩开了 瞬间炸裂 一道恶螺身影 如神明立身在明月中 皎洁无瑕 神圣脱俗 方雨竹伴着光雨 从另一个方向急速而来 轰的一声 她半路截击 将郑元天震的翻飞 留下一道血迹 被击退了出去 女方是自身无伤 但是和其他高手一样 刚才元神被震得不轻 掉境界了 不识干呕 王轩露出一色 但没有停留 急速冲起 挥动斩神旗 对着郑元天 就来了一下狠大 郑元天起初没在意 轻轻挥动袍袖 不想打死她 还想活捉呢 结果自身 轰的一声 被先飞出去 追进山岭中 王轩又有些出神 梦中的景象 同样是用斩神旗 批飞了郑元天 也出现了 她赶紧冲过去 扶住方语竹 我没事 方语竹亚议 刚才还剧阵的厉害呢 想吐 现在居然很快就无恙了 她知道 超凡大地震结束了 第373章 上得了厅堂 在清风中 方语竹白衣斩动 长裙包裹着她美好的身段 青丝扬起 她的脸颊白皙晶莹 双目深邃 九力仙道领域中 她的身上有种神圣光运 超凡绝俗 但是她并没有 巨人千里之外的冷练 挂着微笑 端庄而秀牙 王轩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 显示关心 无论是在现实世界 共义新约 还是刚才 她横击郑元天 帮她阻敌 都在关照她 像是过电般 略微酥麻 王轩双手 扶的那条偶臂 露出白衣外的部分 像是象牙般 白皙细腻 王轩立刻放手 他们现在是原神状态 任何接触动作 多谢方仙子 王轩一脸灿烂的笑 这时候干什么嘎 自己人 付诸行动 无愧于心就是了 方语竹看了她一眼 略微讶异 她现在无限逼近逍遥游 这种破关速度快得可怕 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会超乎人的预料 每次相见 你都会让人刮目相看 她微微一笑 血衣出尘 体外有光 犹如立身在一轮神月中 王教祖真够可以的 和仙道领域的 志强仙子站在一起 一点也不出 陈永杰心中自语 她胡思乱想 小王未婚 方仙子未嫁 别说就这么站在一起 十分合宜 比较有画面感 方语竹端庄 风姿绝世 别说什么上得了 听堂 这是超凡领域 真正的头面人物 只身立在一地 就自成一景 瞬间 女方是看了她一眼 老陈立刻逼关口 口关心 不敢再乱琢磨 那种仙道顶尖强者 很有可能一念间 就可施展她心通 捕捉到她的部分思感 远处不时有鲜光冲销 像是长江溃堤 大面积的山岭动荡 几位高手间的大战 还在继续 你没有被阵落 反而进阶了 方语竹清语 露出一色 美眸中有光彩放过 对她看了又看 我被阵的命土翻腾不止 被迫吃天药 硬熬着 然后就破关了 王轩告知 现阶段尽量低调 在这种绝顶人物面前 她保持着平和的心境 不想出阁 也不希望被她 捕捉到精神思绪 远处 巨阵的余波还在 忠心地渐渐平稳了 但四野依旧在起伏 像是余韵悠长 还在回荡 红衣女妖先最后干呕后 终于挺着了细腰 修长的身段一摆 凌空而去 她非常的强势 再次杀向战场中 争夺蓝营宁的金石 另一边 轰的一声 张道领横飞了出去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个身穿宇航服的老人 眉心绽放光轮 大步而来 动用强大的精神立场 扭曲了金身天地 强得很离谱 身为圣王 疑似活在错乱时空中 居然也要夺蓝色的金石 张道领横的回头 没有笑容 双目冷酷 啊 圣王 你敢对我动手 想在时空中飞灰烟灭吗 真到了那一刻 哪个时期都见不到你 此时 她是一教之祖 不再平易近人 一声轻斥 脚下浮现混沌 化成了龙虎 拖着她如神剑灌日 灵力无匹 横空而来 张道领脚踏混沌龙 手中的锈铜镜 放出刺目的光束 咚的一声 将老圣王的精神立场 轰开了 知道我是谁吗 晓得我平日做什么吗 降妖除魔抓鬼 降的是妖黄 除的是魔王 抓的是圣鬼 敢冒犯我 找死 老张刹那杀道 气场强得可怕 头顶蒸腾白光 冲破云霄 她脚下龙虎长啸 震动整片精神天地 煞时间 她就与老圣王碰撞到一起 让这里云雾澎湃 精神力量 如散撞蘑菇云般爆开 剧烈腾起 闲霞万缕 碰 张道领手持铜镜 接接时时夯 在老宇航员的头盔上 顺时让她蹦裂 而后全面瓦解 碎片猛然四处飞溅 老张真猛 王轩露出金融 圣灵那种东西 摸不到 碰不到 可是 张道领却在和圣王接触 并杀到了一起 十里外 红霞冲销 女妖主升空 长裙舞动天罡 宛若伴着喷勃的红色大日 她横贯天雨 她和齐腾拼到了一起 激烈对抗 又一次力压对手 让天仙之祖 亮枪倒退 嘴角有元神之血流淌 突然间 精神世界昏暗了 天地间 妖气滚滚 宛若乌云瞬间 侵蚀整片大队 一下子淹没了此剑 在那黑雾中 有一道身影 触离天地间 庞大无边 两颗眼球 都如星斗般 像是日月横空照耀 她一巴掌 向着红衣女妖仙拍去 精神天地轰鸣 她献下去 这种法体一出 实在是让所有人都心计 灵魂都在站立 妖祖来了 奇异 你与我为敌 想从世间除名吗 红衣女妖仙转身 她相对妖祖而言 是后起之秀 但是十分强势 先先玉手扬起 只手轰向高天 天穷下 黑雾中 那个高大的身影太恐怖了 体型远远超越山岳 一双瞳孔 都大如血色湖泊般 法体射人 两者的身高体型不成比例 但是他们隔空一击 并不是一面倒 庞大的身影没占到便宜 秀丽的身影似乎更强势 惊天动地 超凡能量 席卷此剑 一个是红衣妖主 一个是上古妖祖 妖族当下的两大高峰 先先手掌 隔空将那磅礴大手震开了 树法似洪水奔涌 如星河般绚烂 照破黑暗 砰砰砰 精神天地间 红衣妖主和妖祖大对抗 一个鲜秀的身影 天仙之祖齐腾瞬间杀来 手中出现一口鲜炉 蒸腾亿万缕仙光 带着无尽的火光 轰向女妖仙 同一时间 黑暗中 一口魔刀突兀的出现 锋利无匹 斩破精神虚空 似乎一下子将这个世界分为两半了 切开此剑 那时魔祖 脸很方正 浓眉大眼 但是下手时 十分狠辣 斩向红衣女妖仙的头颅 要一刀夺天命 刺目的刀光 照亮精神世界 三大高手出现 似乎看到了机会 连妹发难 想狩猎红衣妖主 将之拿下 方语竹见状 带着光雨 白衣烈烈 横贯长空 第一时间俯冲了过去 但是 途中 一道身影急速截杀 整个人像是一道神河 茫茫壮阔 周身能量雄魂 侧击女方式 阻挡她前去救援 她是郑元天 不久前 她要情杀王轩 被方语竹击退 现在她反过来 拦击方式中的第一高手 光雨飞洒 两者间的竖法撞击在一起 那种光芒 震慑人心 像是星河倾泻 如同两颗太阳撞击 爆碎了 这片地带光滑四射 群山被撼动 震耳欲聋 到处都是仙霞 如潮水般席卷出来 陈永杰被震得躺下去了 赶紧拎出锁魂中 震住了虚空 稳住了自己 她差点就横飞出去树里 老郑很猛啊 不久前藏桌了吧 她露出凝重之色 王轩神色凝重 道 比不上方语竹 但是 她确实强得离谱 不愧为禁谷以来 少数几个 登陵最高等精神世界 并采成功摘到天药的 绝世人物 那株银色天药的主根 埋在她的命土中 虽说正元天以后会割韭菜 但是现阶段 王轩的确受益了 她低语道 我觉得 他们声势虽然浩大 但是 的确都掉境界了 比之在十层精神一技时要弱了 她攥紧了棋子 十分用力 陈永杰一剑 顿时问道 怎么说 你想做什么 说到底 他们是因为蓝色金石 突然起了冲突 那是接近真实的超级物质 对超凡者好处大的不可想象 我想找机会 给老郑来下狠大 王轩说完 然后 看向陈永杰 老陈苗董 非常有默契 立刻意识到 需要做什么 低声道 你想让我把握时机 掉蓝色金石 王轩点头 对 我会全力以赴 将他身上的真金轰出去 然后和你站在一起 保你原神 你尽管出手 陈永杰头皮发目 道 那可是郑元天 你挡得住吗 他回过头来扑杀我们两个 怎么办 他掉境界了 我觉得 在这片精神世界中 斩神器和锁魂中的威力都暴涨了 我现在能和他较量 王轩沉声道 王教祖 你膨胀了 陈永杰说道 心神话路 就是在接近真实啊 你说这种真金 重不重要 不容许我们错过 不去拼的话 会后悔一辈子 王轩说道 现阶段 他进飘渺之地 无法突破陨石通道 难以冲破逍遥游大境界的压制 如果在现实世界中 获取造化物质 真金 也许能更上一层楼 王轩补充道 即便这个时代的超凡世界崩溃 如果有这种超级真金物质在手 也能保住我们自身的部分超凡智能 陈永杰立刻道 那还等什么 天与不取 反受其咎 拼了 劫杀正元天 这时 巨大的能量波动传来 几位绝世高手 因为蓝色金石而血拼 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力 精神立场席卷十方 远处 妖祖刺子齐连道 带着一群妖魔钢 接近这里 瞬间就被先飞出去了 扑得一声大口吐血 我 陈永杰正好看到这一幕 那些人刚露头就被扫中 全都横飞出去 他顿时元神发寒 僵在原地 大意了 不该答应啊 没看到吗 那可是绝世高手 其波动扩张后 连齐连道等人都被打翻出去了 而且 只是被波及到而已 王宣道 没事 齐连道可能坠落下 逍遥游大境界了 而且 他手中 没有绝世一宝 你看我们不是文思未动吗 好 拼了 吊神准备重出江湖 陈永杰郑重地点头 接过吊线和吊钩 嘴里咬着法罗 头上戴好银色的锁魂中头盔 王宣密切注意战场 等待机会 没什么可瞻前顾后的 既然注定要与正元天为敌 那就应该尽可能地去削弱对方 防止老郑变强 免得他日后荼毒天下 那么夺他的造化真经 亦不容辞 两人给自身洗脑 增强信心和勇气 外界 超凡领域中 确实是兵荒马乱 一群人都掉境界 连剑仙子都受影响 黄山中泥土下 迷你把女剑仙低头看着自己 他真的好气啊 又变小了 辛辛苦苦 刚长大一些 结果就又逆生长了 他现在肉乎乎 满脸胶原蛋白 略显婴儿肥 原本水淋淋的大眼 现在正在喷火 气得向后躺去 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接着开始翻滚 释放剑气 愤懑无比 这是 想逼我提前入室吗 气死我了 总是长不大 哎呀 深空 密电 黑色老虎仰头望天而叹 我掉落了一个境界 情况不妙啊 超凡世界越来越恶劣了 巫师世界 一头魔龙冲销而起 来到了狱外 看其架势 又想要离开这颗星球的冲动 精灵王朝 一个浑身都流动金光的太阳精灵 站在梦幻森林中 纵天上 道 最近有人类飞船出没吗 就土外太空 抑郁 精神世界中 郑元天被女方式击伤 口中喷出一口原神真血 向一个方向坠落而去 王轩迅速出击 突然发难 与斩神奇合一 在现在强大的实力基础上 她的速度提升了十倍不止 简直要破碎虚空 哗啦 齐面展开 烈烈作响 扭曲精神世界 金色光芒横扫乾坤 轰落在郑元天的身上 将只打得再次横飞了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 郑元天收在原神中的蓝色金石 被震落出来四款 王轩全力以赴 又补了一击 猛力挥动斩神奇 给郑元天来齐面盖脸 大齐未能害人 砖杀精神 金色网格交织 差点将郑元天轰穿 脚断 事实上 在王轩动手时 女方是也在出击 光雨征腾 禁骨虚空 不然的话 王轩没有这么顺利 她帮助锁住了郑元天 刷的一声 方雨竹收走两块蓝银银的造化真金 另一个方位 陈吊神果断出动了 古朴的吊钩划过长空 带着暗淡的光芒 低调普质地缠绕住两块真金 消失 王轩第一时间倒退 保住老陈 这才一接近 她就意识到 这种蓝色金石了不得 这是真正接近真实的金盒 对她有大用 她心神震动 如果吸收链化 真有可能再次提升境界 这样的话 即便回到现实世界中 我都不见得在怕郑元天 第374章 杀得了绝世 郑元天一口原神血喷出去后 看了一眼远处的王轩 眼神有些寒冷 这是她养的韭菜 肉猪 全反是她 在她心中 王轩早已被打上标记 天药 布舟山的五色土 仙江等 都一一供应出去 为的是什么 有朝一日 她要先转魔胎 借那有特殊内景地的人重生 变得更强归来 不只是郑武炼成魔胎功 她更擅长 这种大老级人物 都经验各种典籍 尤其是她 对历史上几位有特殊内景地人 了解得颇为深刻 她可不是像别人那样 只是认为 王轩很不错 在踏足超凡领域的初期 开启了西针的内景之间 她猜测 王轩在凡人时期 或许就已经开启了 这才是她盯上 这个人间年轻人的 根本原因所在 她心中 藏着焚天般的火热之光 因为 她推演 这种人或许在神话枯竭后 或许还可以有作为 你看 她的眼神太凶了 正在盯着我们呢 让我深感不安啊 陈永杰开口 心头沉重 那个郑元天绝非常人 无妨 等待机会 我再去补刀 多给她来几下 争取打死 甚至 我觉得我能够和她正面相抗 王轩开口 在精神世界中 她手中的斩神旗威力暴涨 她充分估量过 真不怎么忌惮对方 其实 她心底的压力也很大 在这里还好 有老张 有方宇竹 还有她最可靠的 挡刀伙伴斩神旗 可以应付敌人 但是 到了外界 张道领和方宇竹若是离去 依照新约现有的五条规则 到时候 郑元天可以去猎杀她 到拉那个时候 谁能抱她 超凡者相互间 只要不在现代城市中波及普通人 可以随意狩猎与出手 没有什么制约 那就可不了 拼了 要么干掉她 要么我还得变强 不然的话 我们出去后 就可能会死掉 王轩低语 郑元天绝对很凶 而且很有耐心 一直在放长线养着王轩呢 直到化身出世后 才准备收线 不得不说 方宇竹十分强大 平静出手 竟要将郑元天打爆了 这是不想她后面掺乱吗 要下狠手了 郑元天亥然 她可是深知 女方式的各种战绩 看着端庄 秀雅 大方得体 是猎仙中的头面人物 但是一旦动了杀意 那可是专杀绝世高手 两千余年来 她一人凭过先情方式大动乱 也曾知身赋约 灭过上古活下来的志强妖皇 至今未尝一半 这是要对她下狠手了 郑元天第一时间扔掉了银色面具 全身覆盖黑色甲皱 连面孔都遮住了 武装自己 同时 她的手中出现一条黑色的元神锁链 比赠与郑武的那条银色的神链更强 哗啦啦作响 像是一片黑色的星河 环绕在她的周围 进行防御 她真的紧张了 虽然说是化身 但是被击杀后 对她影响还是不小的 主身也会跟着受损一些 在这个年代 神话要到尽头了 所有人都在找出路 所有人都在尽最大可能的保存自身的力量 前方 光雨弥漫 方雨竹无比神圣 沐浴神月之灰 倘过一条金色的河流 像是一尊女战神般 似从从先情年代走来 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身上浮现银色甲皱 铿锵作响 她这假了 此时 她是璀璨的 发丝扬起 在银白甲皱间划过 唯美中更有无边的超凡力量 在汹涌激荡 让她变得威严无比 方雨竹一掌划过 天空都在轰鸣 都在矩阵 术法盖世 她简单而直接 以四大金色竹简中的一步为机 演绎出自己的方式领域 攻击力无比 哗啦啦 正元天身前的黑色元神 锁链巨颤 化成的黑色星河轰鸣 不断封堵 竭尽所能 对抗那划过天穷的洁白手掌 但是 她这条绝世一宝 被震得剧烈抖动 崩得笔直 竟要断裂了 咔嚓 方雨竹向前逼近 手掌斩落 黑色的元神锁链 直接被削断一截 这让正元天头皮发麻 一阵紧张 这个姿态的女方式 让她心生俱意 该不会是真要和她决战 想杀她吧 我拦禁你 没有别的意思 只为蓝色金石 不是为配合她们 我退出 她开口了 向后退去 但是 方雨竹没有收手 瞥了一眼红衣女妖仙 虽然妖竹以一敌三 但是还没有性命之忧 还在激烈厮杀与对抗 方雨竹凌空向前走去 关于她有种传说 一旦这甲 银白甲咒 必将染上底血 不然不会收场 正元天见状 全力爆发 不可能坐等对方屠戮 她各种手段齐出 只希望挡住这个女子 能够全身而退 恕法万道 正元天周围 漂浮起各色羽毛 都带着血迹 然后快速旋转 一瞬间 金翅大鹏 朱雀 金乌 白孔雀 齐出 这是禁术 万晴鹿先公 失传已久 是她整理各种典籍 自行推演还原出来的 金翼在线的 全是最顶级的生灵 刹那其出 万种鲜光绽放 要淹没前方的女子 无论哪一头神情 都有惊人的根脚 任何一种成长到极致 都是让猎先 都要忌惮的凶猛情类 一时间 各种情名声 震动了精神世界 无数的羽翼张开 向前扑杀 挤压满了虚空 我 陈永杰惊叹 震撼 这一幕让她过去的话 估计会被秒杀 根本挡不住那种威势 远方 齐承道 齐连道 周青皇 顾明熙等人都出现了 无不变色 这就是他们和绝世人物的差距 即便目前在人间 只差三四个小境界 但是 依旧给人绝望之感 难以对抗 陈永杰轻叹 让人头皮发麻 王轩开口 没事 又不是在大幕后 你以为她 真能驾驭万情 召唤出各种仙道猛情吗 想什么呢 大多都是图具骑行 她看得清楚 在精神天眼之下 看似无解的杀势 有迹可循 有法可破 她如果手持斩神旗冲上去 不会过于紧张 方羽竹眉心发光 一片金色竹林落下 像是天地本源灵根 刺透一切 落入万情间 将它们全都定住 竹林中羽化光与飞舞 单方面屠杀 羽化神竹 方羽竹 远方 魔寺也来了 看着这一幕后到吸冷气 所谓的羽化神竹 灵性至强 接连大道 明刻经文 最为神圣 而在《魔道古籍》中记载 方羽竹 就是盘坐在羽化神竹林中误导的 数次碰撞 万情全被绞杀 女方是身披引甲 全身甲咒 铿枪有声 踏着光羽向前 竹法绚烂 将郑元天风堵在有限的虚空中 绝世强者争锋 并不一定是要厮杀很久 有时候 可能各自以最强姿态对抗的瞬间 就分了胜负 碰 郑元天身上的黑色假皱炸开了 被女方是眉心发出的一道光轰碎 她向前逼去 右手划过虚空 这次竟是斩道剑 一瞬间 无数光羽化成仙剑 从她四周向前飞去 密密麻麻 非常的耀眼 都在绽放仙光 郑元天大鹤 万法其出 领域撑开 乌光暴涨 她希望挡住对方 这次无以伦比的攻击 她的周围 星光闪耀 黑洞浮现 吞噬仙剑 并且她的双手之间 一片星河光辉浮现 向前轰去 众人震撼 这些术法 如果在大幕中 一定是摧枯拉朽的 有可以卷动星斗的攻击力 那是终极奥义 只是在这里 有形 却不见得能吞天那地 更多的是 见到了那应有的声势 而没有志强规则真实蔓延 哼 郑元天静前 各种光交织 仙剑洞穿星空 劈碎黑洞 在扑扑声中 在她震撼 而又心惊的表情中 斩道剑将她穿透了 无数剑光 从其躯体中冒出 扑扑声响不绝于耳 她的元神之血冲起 她整个人瓦解了 被劈碎了 刹那被斩掉了元神 郑元天被无数的仙剑贯穿 斩杀了 所有人都震撼了 那可是某篇大幕后的 第一高手郑元天 被我轻慕和敬仰的方仙子 强势击杀了 周青皇双手五星 惊呼出声 太强了 方仙子不愧是 所向披靡的绝世强者 连眼高于鼎的魔似 都在低语 露出凝重之色 她若是有机会成长起来 能走到这一步吗 方语珠收起 落在虚空中的一堆 蓝阴阴的造化真惊 看着前方 道 走到这个年代不已 好自为之 她身上的银色甲皱消失 踏着一道 伴着能量光雨的神红 横空而去 降临在红衣女妖先大战之地 妖祖 齐腾 魔祖顿时警醒 不过看到 她身上的银色甲皱收起了 都轻出了一口气 她们真不想血战到底 毫无必要 姐姐 好久不见你这甲了 依旧无畏啊 快来 我们两人将她们三个都打死 红衣女妖先 用最轻柔与好听的嗓音 说着最具杀气腾腾的话语 她身段有惊人的曲线 红裙遮不住 无比惊艳 给人一种魅惑天成的美感 但是 她也在散发杀意 联合女方式 要杀那三人 人前叫姐姐 不高兴时 就在背后喊那女人 女方式带着笑意 没有急着上前 她没什么杀意 姐姐 杀吧 斩了她们三个 红衣女妖先 暗中联合她 又不是真身 杀了有什么意思 蓝色金石收集一些 差不多就行了 另一边 张道理一脸肃目之色 在虚空中穿行 她为众人掩饰了 秀铜镜的正确使用办法 单手轮动她 用力砸就是了 生生将老圣王给夯爆了 原本常人看不到的圣灵 但是在老张和铜镜 共发光的情况下 令老宇航员险行 可以见到 老圣灵被杀得惨败 不得不说 老张非常猛 似乎杀进了错乱的时空中 一路砸到圣王叠血 不过 老圣王终究还是逃了 消失在莫名时空中 这种生物太特别了 很难触碰与捕捉 更难杀 给你个教训 下次再赶在我面前冒头 杀无赦 这些金石算是你的买命钱 他掂量着手里的 一大把造化真金 还算满意 真强啊 陈永杰感慨 他全程目睹了 几场激烈的大战 现阶段的他真的差远了 嗯 王轩金仪 在远处 有光与征腾 先是浮现几块蓝银银的金石 接着郑元天 再现出模糊的身影 没死 许多人都吃惊 亲眼目睹他被杀爆 无数仙剑穿身而过 已然崩解 居然又出现了 不过 很多人又快速醒悟了 想到了女方氏最后的话语 说明他高抬贵手了 方仙子 你是不是嫌弃老郑不是真身啊 所以没杀他 张道领笑着开口 又不怎么严肃了 不像一教之祖了 我去干掉他 王轩低语 他很紧张 方雨竹不在乎郑元天的化身 可是他怕 离开精神世界 回到人间后 老郑若是发痕的话 随时能干掉他 夺了他的肉身 戴上头盔 安全重要 陈永杰说道 将锁魂中扣在王轩头上 然后 他自己拎着掉线跑路了 冲到张道领境前 寻求庇护 这一刻 王轩身披放大的银色兽皮疏 头戴荧光缭绕的锁魂中 手持斩神旗 超越极限 像是破碎虚空般 轮动大杀气 闯了过去 轰向正元天 众人吃惊 摩四 顾明熙 其怜道 周青黄都瞳孔收缩 他这是要只身去杀一位绝世高手 白发 银披风 这就像了 有那种无惧一切 敢与全天下为敌的气势了 王轩祖干掉正元天 陈永杰喊道 第375章 正其相合 点点繁星 彼此连接 勾勒出 一具模糊的身体 正元天渐渐重现 构建出元神之躯 等他彻底成形 怎么可能 王轩就是这么 讲究 捕刀到底 送佛到西 谁会等他完整地走出光雾 既然曾出手 那就一杀到底吧 他与斩神旗合而为一 身后的精神天地 留下被离过的痕迹 白茫茫气浪翻腾 经过十倍速度的加持 他瞬间极致 砰的一声爆鸣 金色网格蔓延 精神能量起伏 犹若金涛拍案 将正元天给砸在了下面 老郑被女方式轰杀 原本就心头压抑 满是阴霾 现在只感觉到 背后天罡激荡 金光压顶 元神又要裂了 他一声嘶吼 本就是绝世凶人 即便没有彻底恢复 还在复苏元神之躯的过程中 依旧展现了他应有的霸道 一时间 在他的头顶上方 出现一片近乎混沌的雷光 这是他吐出的一口先天元气 化为雷霆 轰向敌人 这是他的天法 落雷密密麻麻 一条条 一道道 混元物质成为瀑布 从虚空中激烈地降落 劈向身后的偷袭者 不过 他自身也没有躲过 斩神奇异机 来不及了 他没有想到 有人这么不讲究 偷袭他 这位绝世高手 他被齐面交织的 金色的纹落 轰爆了 当场破碎 流光四溢 冲向四方 不远处 王轩头顶上方 雷光四溅 响声不绝 而后当当作响 他身体只是一个裂浅 稍微摇晃 就又追了下去 所有电芒 都击中锁魂中 他都没有怎么去躲避 就这么硬扛了 郑元天在前方再现 精神物质环绕 重塑元神之躯 结果发现 斩神奇放大 又轰过来了 你 老郑又惊又怒 这个波才 妄想已若机强 似乎也不算是野望 刚才对方几乎成功了 洛雷没打翻王轩 还这么强势杀过来 让郑元天眼冒寒光 我头铁 王轩笑着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轮动大旗又到了 像是扫垃圾般 旗面横斩过来 金色纹落构架出的 恐怖超凡力量 如扫把 四天刀 横断精神虚空 力量磅礴 而强大绝伦 郑元天身影模糊 身体还未成形 但忍不了他这么放肆 眼睛都立起来了 反手就是一巴掌 对抗斩神奇 而后他全身都有道文交织 这是元天经中的禁术 嗡的一声 精神天地都在共鸣 都在轻颤 那是精神物质在沸腾 元天锁神术 以他自身为中心 一道又一道神链飞出 蔓延向王轩 想将它锁住 并炼化 你一个老男人 还想和我元神项链 滚滚滚 杀杀杀 王轩身上披着的银色 兽皮疏发光 鬼画幅轰鸣 进行防御 当然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斩神奇斩破精神虚空 将郑元天那只大手阵的崩裂 元神之血流淌 而后再慢慢瓦解 斩神奇连续扫出 阵断密密麻麻的神链 王轩可不想真被他的禁术击中 不过 郑元天杀气腾腾 凭着受损一些 也想立刻拿掉他 大手被斩神奇轰碎后 并未倒退 他满身放光 从身体中冲出的神链更多了 如一道道星河飞了出去 非要锁住王轩不可 并且 他自身在凌空而来 拼命吗 我怕你 王轩战斗一直强大 面对郑元天一点也不出 整个人与斩神奇共铭 合一 直接就斩了过去 咔嚓声不绝于耳 元神之光化成的神链 被击断数十道 最后 王轩头部发光 银色连衣扩张 更是当的一声 如神中照体 一头撞正元天怀中 大旗与锁魂中共振 正元天被振的眼前发黑 元神当时就裂了 他眼底深处是无尽的寒光 但也很无奈 这是他们什么打法 他感觉身体剧痛 元神之光虽然束缚住了 对方的银色战袍 但他也被这不成体系的战法 撞得胸口塌陷 接着 他面部也被对方的银色头盔 狠狠地来了几下 以头撞脸 伴着宏大的钟声 银色中波荡漾 接着 齐面也缠到了正元天 开始绞杀他 在他冰冷而又不甘的目光中 他被撞碎部分元神 他即便再愤闷 也不可能意气用事 不想以元神和绝世一宝 持续对轰下去 不服 我就是一宝多 头硬 有敢一头撞碎不周山的气魄 王轩阵阵有词 睁开精神天眼 一杀正元天 他觉得 再来几下的话 老郑就被他打没了 每次都干掉对方一部分元神 效率已经很高了 老郑 吃大亏了 被他击散部分元神 连麒怜道都快无言了 这个疯子看得很入迷 那可是绝世高手 被王轩一顿又猛又粗糙的打法 给折腾得吃了大亏 力够强 可破万法 摩斯在远处自语 看得很清楚 王轩倚仗的一宝 在这里威能巨大 就是这么猛 就是拼命三郎的架势 让记忆圆满的老师傅 郑元天 一时间都没辙 这就像是受伤的艺术家 遇上了兵霸 谁和你温情谈技巧 毫不讲道理 吊打就是了 周青皇和顾明熙 彼此相视了一眼 感觉以后绝不和王轩动手 近身忙着杀也就罢了 还以头撞胸 撞脸 身为富有盛名的仙子 谁受得了啊 这次 郑元天若流光横渡 在很远的地方稳住 摆脱王轩 真正重塑了元神之躯 而后他杀气腾腾地走来了 真以为得到斩神旗 就能杀我 外物是死的 从来没有人可以 以仗外物无敌天下 滚过来 郑元天脚下发光 一头金翅大鹏险形 拖着他飞来 速度达到极致 释放的威压 让精神空间俱阵 接着 他的头顶上方 盘旋着朱雀 金乌 共同长鸣 带着一群仙情 就这么强势俯冲过来 像是一颗又一颗大星 横击而至 附近 一些山头都被阵裂了 早先 他和方羽竹大战时 动用过这种术法 王轩没含糊 挺身就杀了过去 自身与一宝合一 施展剑轮 瞬息间 成千上万道 剑光绽放 从全身迸发 而后又通过斩神旗加持 打了出去 在精神世界中 一切都是以精神物质为基 剑光万道 无坚不摧 全部轰了过去 他在印汉正元天 顾鸣熙惊仪 刷刷刷 剑光经过加持 威力暴涨 将一些仙情斩暴了 但有些仙情无损飞了过来 可王轩看都没有看一眼 任他们扑落在身上 他的精神天眼看透虚实 那只是图具其表的光雾 无功激励 只有声势 锁 正元天冷漠 双手结印 元神之光飞落 构建精神牢笼 想要将他锁在当中 王轩一声低吼 身体暴涨 其面跟着极限放大 他施展世家真经中的法相天地 他浑身金光沸腾 和斩神旗一起扩张 整个人如同山月般 撑破了精神牢笼 轮动大旗就向下夯去 哄 下方的山头炸开了 正元天都不得不躲避 眼神收缩 感觉很棘手 这家伙 怎么每次见到他 都比上一次更强 黄大仙来了 在远方盯着 心神都在颤 曹琴宇轻叹 仰头望天 有些无力感 早先还和王轩有争风的意思呢 现在他的兴气一下子没了 周诗倩 陈妍 孔云 也都动容 那可是正元天啊 被人正面阴风 直接对弓 王轩的施展法相后 身体虽然变大 但敏捷未减 甚至更迅速了 右手摘下锁魂中 轰的一声 震出白茫茫的中波 直接将飞天而来的 正元天轰得翻腾了出去 正元天先到气韵内敛 他突然从璀璨 变得漆黑如墨 宛若立身在一口黑洞中 吞噬万物 只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 他横空而来 吞噬王轩溢出的原神之光 想要分多次绞杀 灭掉他的精神体 一刹那 整个人气质在变 他动用石板经文中的秘法 展现第二真型图 当下 他也修炼到第二幅真型图 元神内外 混元一体 宛若混沌般的物质 征腾而起 此时 他似乎有不朽的气息流动 越发地强势了 锁魂中悬浮在头顶上方 自动护体 他双手持大旗 轰落了下去 砰的一声 正元天被从如同黑洞般的区域 打出来了 旗面烈烈 搅碎那片漆黑区域 不再是乱拳 他也能挡住正元天 周青黄等人都动容了 这样的表现 就些吓人了 王轩经言术步 至强经文 自然没有白号光阴 真正激烈厮杀时 禁贤手段 在大对抗中很强势 你以为 你还是正爵士 在最初时 就被轰灭部分元神 现在还给我 百智强者的架子 我会怕你 杀了就是 王轩喝道 这次动用金色竹简中的秘法 元神如虹 展现羽化蜜力 光与滂沱 倾泻而下 他沐浴无尽璀璨中 人其合一 哄 精神能量气浪暴明 扭曲虚空 他一冲而过 将正元天用旗面劈开了 并且这次 他猛力摇动大旗 要彻底绞杀郑爵士 正元天咆哮 这个韭菜 要变异成大树 他惊怒交加 然后又有种无力感 被女方式斩杀 又被王轩早先忙着打 击溃了他部分元神 他的道横掉了一截 确实很虚弱 力不从心了 他洋装要飞走 但转身的刹那 被旗面劈开的身体 却又猛地朝后靠来 元神之光要 撞进王轩的身体中 他想施展魔胎大法中的部分真意 从元神开始占据对方的一切 在此过程中 他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 以元神之光所助斩神旗 被不断消耗 许多人都惊呼出声 正元天太凶猛了 这是要在绝境中反杀王轩吗 当然 也有很多人露出意思 那可是正爵士 他竟被逼到这一步 近乎是玉石俱焚 以元神融入对方 拼死一战 王轩脸色冷漠 周身 万道剑光迸发 再次化成剑轮 同时不断震动斩神旗 消融对方的元神 正元天无所畏惧 元神如烈日 硬抗这一切 不止如此 还震动了半空中的锁魂中 将他也挡在了外部 不能落下 他要绝杀王轩 给他一个教训 身为魔胎的养料 最终的命运不会改写 他的元神如利剑 背靠着过来 就要射入王轩的躯体中 万剑齐鸣 全部斩在正元天身上 绞杀他不少元神物质 而且 突然间 王轩眼底深处 有莫名的纹络交织 索虚空 短暂束缚了他 噗 无声无息 他的右手中 出现一根铁签子 从下方刺进了 正元天的身体中 噗 正元天痛苦的呻吟 想诅咒 他背靠过来 消耗大量元神 抵住了斩神旗 定住了锁魂中 结果最后关头 他还是痛得忍不住低吼 很不体面 他被一根大铁钉般的尖锐利器 从后面给定住了 远处 陈永杰惊叹 道 紫约 我约 老张约 正爵士被从后面扎爆了 看着都疼啊 老张就在他身边 闻言瞥了他一眼 道 闭嘴 我没那么说 众人都瞠目结舌 刚才还在堂堂正正 大决战呢 结果最后一击 却是画风突变 王轩给了正爵士一铁签子 从屁股上刺进胸膛里 搅了两下 让他的元神裂开了 那铁签子 居然这么厉害 哄 王轩挥动斩神旗 将正原天消耗得差不多的元神 彻底卷在当中 猛力一震 扑得一声绞杀了 化光 化结灰 顿时 一些蓝莹莹的造化真惊落下 被王轩全部抄在手里 他绝杀了正原天 唱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